传统里边红色肯定是比较喜庆嘛 喜庆就有幸福感 所以我在做这套广播体操的时候 强调的本身就是 就是我们生活在不同时期的幸福感 比如小时候 就是穷了八喝的 但是也快乐 上初中呢 学习也比较紧 然后呢 就是学校的那种上学压力也比较大 但是你也感觉还是很幸福 所以我就觉得人可能维系这种 就是你生存欲望 就是你期待着更多的幸福感 所以我每一个表情都比较幸福 所以呢 幸福上面再给他套个红色 就更幸福 这个我觉得是每一个人对对每一种东西 他的他的理解程度不一样 比如说有的人看见红色他就会觉得血腥 有的人就可能觉得他激情很好 所以我觉得就是状态跟颜色 艺术家的艺术家其实他也是比如说大家人里面的一类嘛 他有时候也觉得可能最近老流血他再也不会做红色了 那最近就觉得精力很充沛 然后也可能会选择这个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国家也叫红色国家嘛 红色国家里面的红色故事 也是属于就是其中的一个 广播体操肯定是就是只要是我们在这个建国以后成长的 都是每天必做的一个事情 所以呢 把它做成了一个就是偶然的一种巧合 就是他的发展史跟人的这种通过外形的这种变化 传达的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这种经济过程的一个信息 然后呢人物呢当时可能做的时候 就想让他就是他的面孔呈现的更多一点 就是因为平常去注意别人的时候 肯定都是第一啊 先去注意这张脸 所以身子呢就就就做小了 脑袋就做大了 所以卡通语言本来不属于我们这个年代 就是他偶然性卡通了 但是既然出来了 效果很有意思 那我就觉得他作为艺术品还成立 嗯 这种艺术品还成立 Wren's art is usually classified as political pop in the 1990s using Mao's images and portraits had become mainstream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因为我爸是业余爱好 所以我也想磨两笔 大概也就五六岁吧 他觉得我画得不错 后来我胡萝卜猪的调点颜色 他居然说我会调灰色 其实我懂什么叫灰色 根本也不懂 然后 另外我可能就是其他的所有的学科里边 我总是最差 唯一这个事还能让我有点优越感 她是遗憾 她是武汉水利电视学院毕业 但是想上艺术类学校她也没上了 所以就我跟我姐都去搞艺术 都跟这个有关系 当时因为我们俩考大学是同一年 我上师大 我姐上美院 我爸几乎三天都没睡着觉 很高兴 因为一个业余的赔两个搞艺术的她 她很兴奋 那种就是父母都是知识分子 太压抑 表面看上去挺好 其实一点不快乐 远远不如那些农民的孩子 天天阳光灿烂 能吃能喝能玩 我连游泳都游不了 每天中午我妈睡觉都拿大腿把我一加 我头子都是慢慢退出去的 一片两个腿 所以童年对我来讲 我觉得有愉快的地方 就是你跟父母作对 这个作对是比较狡猾的 就是既孙日她高兴 然后能获得自己的自由